繼續關心美國媒體新聞週刊有報告 美國總統拜登已經表示 中共國務司真的動用 學主部去去打烏克蘭 這樣美國一定會經驗來回應 上官的行動也包括 沾收行動 會去暗殺普亭 就在國務司總統普亭 加唱什麼黨用學部 國際社會開始 體驗上官行動的可能性 美國中情局正確定 退後是陳雄雄培卓斯接受 空母院時尊標示 南空普亭真正這樣做 美國和朋友就會犯罪 東方問過 國務司在歐克蘭 使用學部感激會將美國和北約加入戰爭 佩卓斯說這不會觸發北約第五條公約 因為歐克蘭並不是北約的一部分 不過美國和北約又有必要做出回應 美國界外採取的行動中 包括會學部選行的戰修行動 要就是直接走到克林文林公 台普廷 格羅斯住美第3館 配平上我們的部隊的戰修是夢想 問中所說到的美國對各國 修阻公共的可能回應是香港的三行 歐克蘭齊立 宣佈成功改訪 赫爾松兩位下定 加完整控制 頓的此刻會無留關鍵下期立萬 也就是最近幾禮拜 在戰爭上最重要的行動 去年紀曉得非常進入 感謝我們軍事 我們軍事 祝福留下國人 另外电视台